李白凤琴皇的新传说上线了 采用的是青王的元素 将原本红白配色改成了蓝青配色 再加上一点金色的点缀 你就会觉得它很贵 那我印象中最喜欢蓝金配色的 还是某神王 局外建模嘛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这颗圆皮做出了点差别 确实不是简单的换色 特别是肩膀上和头上的鱼饰 有种轻时迷月中白分神秘孤傲的感觉 童年回忆啥的属于是 但这个局内特效 我可能不是很论可 被动解锁 脚下会出现蓝金色的青王五进 虽然设计中说是有包含金色的元素 但是这个蓝金的配色版 怎么看怎么同意 多少是有一些魔人 熟妹了 一技能原地留下一只孔雀 配青蓝 伴有金色的羽毛点缀 虽然是从白鸟之王 略微降了点蓝色 变成了蛇鸟 但是这个鸟开会动 众所周知会动的特效 在王这里呢 它就是个好特效 这点是强过了幻觉皇 但是这个二技能就太随意了 这他妈的不就是幻觉皇的幻觉 就除了这个鸟看起来有点差别 那不是一样的吗 再看看第二招 他哪里连特效都拿得赶了 不是小王你一二技能 好歹把原来的幻觉幻改 成了这个暖鸟 你大致好歹就不能换一下了 呼掩一下也好 然后这待机动作 其实没什么好看的 但是这个回程 是有点东西的 李白在上弄中有剑 皇道就在一旁 吹一吹 伴奏 来一手 凤雲 总的来说呢 这个皮肤吧 你要是能用紫星币来换 我就觉得还可以 毕竟这皮肤多少是有点创新元素在里面的 但是为了这个皮肤去抽奖 我觉得多少是有点冤大头 虽然我肯定会去抽的 但是还是建议兄弟们 再三思一下 三思一下